今天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和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分别在海口召开 省委书记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沈小明出席并讲话 讲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 宁心俱力推动统战工作上大台阶 为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人心 汇聚力量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海南省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实施方案及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中共海南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2021年工作要点等文件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传达学习的全国统战部长会议等会议精神 沈小明强调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需要最大限度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 统一战线要强化思想引领 胸怀两个大局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 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见效 当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主力军 要培育民企发展土壤 推动民营经济发展 做到迈开腿 送政策和服务上门 搭把手 解决融资难 融资贵等瓶颈问题 张开嘴 加强政企沟通 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要在构建亲亲政商关系上做示范 束榜样 要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保护传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 以战略眼光抓好少数民族干部培养 要做好宗教工作 提高引导水平 依法打击 非法宗教活动 迷信行为 要支持素有浓厚爱国爱乡感情的穷级海外乡亲 参与海南自由贸易党建设 为海外青年人才来穷就业创业 营造良好环境 要提升各民主党派 参政议政水平 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为新时代海南统战工作上大台阶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军 福彩香 孙大海分别出席有关会议